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 H&N 了 上一集我們分享了 我們意大利之旅的第一集 《維蘭》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意大利去的第二和第三個地方 就是維羅納和威尼斯納 是的 維羅納 我第一次聽到 是誰來的 哦 佩羅納和威尼斯納 你又覺得哪裏最吸引你呢 其實我最想去維羅納見識的就是 現在裏面它最有名的地標 即是你去到一定要去的 都一定會見到的 是的 就是一個Avena 即是一個羅馬式圓形的競技場 即是在說的已經是一千年歷史 過幾年就二千歲了 而且真的還能用得 是的 它現在每一年一度的一個Opera 其實它不是只做Opera 即是有時都會有些音樂節目 但是最主要 最出名的 其實是做Opera的 我們都專門去了看 就是在一個一千年的遺址裏面 跟過萬人在一個星空之下 看歌劇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你覺得那個經驗是怎樣的呢 首先很神奇 他們真的沒有音響 是的 即是一去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 嘩 這麼大一萬人 我們基本上是坐山頂 真是山頂 真是山頂 是的 可能那裡已經有三樓了 但是不單止是高 甚至是非常之軟 當然那個聲略 就不是說 和你在菲尼塔 有時勁得撲滅而來 是沒有的 但是是非常清楚 清楚 那些歌者的咬字 即法文 你覺得是否很清晰呢 那個chorus很清晰 是用意大利語來唱法文 哈哈哈哈 是清楚地聽得它 唱錯還是唱對的 很透露 因為它真的是 你是這樣就這樣 它沒有一個 即是沒有一個潤色在那裡 其實那個聲音 還有我想 其實我們真的走進去那個場 我們第一樣感受到 與別不同的地方 它的樓梯 是很高的 即是令我想起好像長城 是啊 長城是那些很高的 因為它是石級來的 基本上一塊大石 你就摟上去 我後來查過 基本上45cm左右 是的 所以都 要摟 是的 另外一個就是坐 我們坐在一些石級上面 其實呢 老實說不是一個舒服的座位 即是其實場外 場外都有人在賣一些軟墊 Cushion 是的 我們就有備而來 即是它又坐在自己的袋子 我們就用一些外套坐著 雖然是這樣 但是因為呢 我們不能捱的 是啊 因為你想像一下 就是一些石級石級石級 那你前面又是人 後面又有雙腳 是的 那你就不能捱下去 這樣坐這樣 很舒服 所以其實 我很記得 中場休息的時候 那20分鐘休息 就是 全場站起來 我們都真的很需要休息 因為真的要Sketching 伸展一下 是的 當然 他們都要轉景 因為他們是超大型的佈景 沒錯 所以那些 Best State 那些人 全部都要戴上白色的安全帽 是的 即不是平時那些 真的全部超大型的 那它也都其實在這個節的期間 在那個Arena 外面都有一些報警 放在外面 是的 給大家拍照 我想那些都特地 是給大家拍照的 嗯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遲才開始的 Lascala就8點開場 每天8點是7點半 但是 7點半 Lascala 7點半 是正常時間 我形容為了 但是這個不正常時間 就是9點3 1點半 才開始 是的 就是因為他們很遲才天黑 是的 所以他們Kailo 要等到暗些 你才有得打燈 那些成的 嗯 又剛才說了 每一幕中間 都起碼要成20分鐘的intermission 我們看的Carmen 有5幕 是 做了3次 對 是的 所以完結的時候 我們離開的時候 已經說了 凌晨1點多 還有一個有趣的情況 就是因為 第4幕 那個女法師呢 是有小朋友的chorus 本身 但是 到他唱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1點了 凌晨 凌晨 所以 那些小朋友 一定要回去睡覺 就是他們很人道 他們一早已經是 我相信 不行 我相信法例都不給他們這麼晚了 所以他們唱完第一幕 就回家了 晚上那個 你的法師 就只是女chorus 唱了他 還有不需要假裝小朋友 因為沒有小朋友 他都要假裝小朋友唱那些 哪有假裝 不可以把人家裝裝 對 所以 那一個非常難忘的 一個 就是觀賞的體驗 欣欣你又 在維羅納 除了這個之外 你又最欣欣深刻去哪裡呢 另外 維羅納最最最最 就是廣為人之 就是關於朱麗葉的一切 就是羅納歐與朱麗葉的朱麗葉 就說他在那裡 什麼出生啊 什麼的 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景點呢 跟那個故事一樣 純純虛構 就是他未必那時候 在那裡住過 然後那個 就是羅納歐和朱麗葉 很出名的那個 那個 都是後來 起出來 滿足大家 拍照的願望 有些人是真的給錢進去的 但是我們都在那裡 給了錢去 做了這個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個呢 就是因為被人困的 哈哈哈哈 又是有一個 啊我送個東西給你 他就車車車 他是手工 即是他這些不是電腦畫紙的 他真的是手工馬上車 所以就說 那好吧 那就買個送給媽媽 因為他吃東西 會吃到這裡 很澎湃 濕透的 所以要帶個口水尖 說起朱麗葉 通常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會去朱麗葉的屋 所謂的家 即是打卡 其實那裡 也有一個 朱麗葉的墳墓 其實是一個 廟師院 都要付錢的 我們都去了打卡 沒有進去 但是呢 去到才有一個 可愛的發現 所以在外面 突然有一個 梁築 石像 是 對 只是看材料 還常的話 去那裡結婚 不像 似乎 好像 原來呢 因為 那 такую石像 是2008年 用心 yep 中文簡體字 的解釋 因為 梁山百語 祝英台就是東方的朱麗葉 朱麗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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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似了 所以寧波市就送了這個石像 是有好的象徵 梁山伯 羅麗葉 朱麗葉 是祝英台 朱麗葉 哇 好似了 總之 去到那裡 客人說 為何會有梁山伯 以祝英台呢 然後見到這節 我原來如此 是的 但是有一個 都是做出來的 但是你好像挺喜歡的就是那個花園 是的 那個叫Jardine Giusti 是那個曾經統治過維羅納的一個家族 有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有迷宮 有雕像 接著我就說不如走一些珍跡 是的 我們在裡面就發現了一個宿舍 又是聽到一些音樂聲 是的 然後就裝一下 我原來是一個 dance studio 這樣就在一個 garden 裡面 一個窗戶 這樣就 哇 你每個禮拜去那裡上課 很棒 感覺真是不得理 人結地靈的感覺 是的 我們去完維羅納呢 其實我們走的時候都花了半天了 就快閃這個威尼斯 那你又覺得威尼斯有什麼感受呢 威尼斯我覺得呢 比起維羅納 即我們故意去維羅納 是去看歌劇的嘛 那我就 imagine 它是一個比較音樂的城市 但是竟然呢 除了那個 opera之外 我好像不太覺得其他音樂的活動 但去到威尼斯反而是有的 即它會有些 你會看到說 今晚這裡有演唱會啊 即可能有三四個點都是看到 是一些有些演唱會 細小的 然後又會在後院 或者我們聽到一些音樂聲 我相信有一些 夏末課程 是一個很藝術的一個城市 我覺得那裡真是一個謀殺 Memory 即是在說我們的手機Memory的一個地方 因為太美了 你怎麼拍都很美 還有它的建築呢 歪來歪斜的 真的塌到 不是直的 即是可能 可能它都經歷過那些地震 或者它本身地基 本身地都不穩定 是的 即是不穩定 所以有些門啊 會摸來摸斜 所以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構圖 即是一些歲月的痕跡 還有很多很窄的 因為它不停有很多窄巷 你走 即它那裡我想最多有兩樣東西 橋 和窄巷 即是走幾下就是一個橋 走幾下就是一個窄巷 但是呢 我又深切感受到 當地人都其實應該被這個旅客去 即是都有些伴侶 是啊 是啊 他們都黑我們臉的 是的 至少有兩個 即是在我們走的時候 剛剛就去了一些最旺的地方 即是旅客最多的地區 都有兩個嬸嬸 應該是當地人在那裡摺 感受到他們阻礙著 是的 阻礙著這條路 我們在那裡拍照 即是很多人在那裡堆著這樣走不到 那你知道他們是窄巷 那真的沒得快的 所以他們就這樣推 不是推過的 總之很想快點去穿過我們的人群 這樣 很感受到他們是覺得這麼多遊客 但是我覺得我們那天已經不算多遊客 即是不算迫 當然有些地方可能是聚了一堆 但是整體上已經不是那些很迫 即是沒有香港那麼迫的 但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已經超多人了 我覺得香港真的超多人 我們習慣了迫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我覺得已經是很多人了 是的 很困擾當地生活的人了 還有我們在那裡遇到路壩 是不是 哈哈 這個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們去到 我們就寄存了一些行李 準備走進去的時候 過一條橋 突然之間有個男人 尤其是他有一點皮膚黑色 走過來問我們要錢 他是說我們的政府 然後就要收稅 他又穿著那些 白色的 工作人員那些背心仔 叫我們掃QR Code 要付錢 原來去城市收一個稅 收遊客 幾點到幾點中間來 就要有個稅收 其實說明星六天 早上八點到四點 你想進去 是的 給錢 是的 好像每天五歐 是的 但是感覺就好像 好像爛路費 突然之間 不知道在哪裏轉出來 如果他叫你付錢 那感覺就很刺激 但是他因為給你 給QR Code 你掃 感覺好像沒有 他還跑過來幫你按 幫你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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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你解決之後 就去走那條橋 另外工作人員 刺激了QR Code 所以我們還沒開始 我們在威尼斯之旅 就已經突然之間 有個特別的奇遇了 對 就是那個 那個scam的感覺 很強 是的 但不是scam來的 是真的 就是市政府收的 我也覺得 對的 應該收下錢的 不是阻嚇 起碼你也要路多人走 你也要脫了一塊磚 也有錢維修 幫幫幫幫幫幫 是的 我覺得威尼斯 我們絕對是可以翻兜的 因為其實我們半天 那麼快閃 老實說 都只是一些地方打卡 而已 譬如剛才說的 Opera House 他會走旅程 但我們都沒有時間 看的照片 裡面都是很金碧輝煌的 我也想看看 不然可惜 時間不夠了 是的 我們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去一次 這麼有 風情 是的 的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這麼多 我們下次 希望可以去一些 更加特別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